Hello 大家好 各位美安的夥伴 馬安 今天我們又再次在線上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是我們的網絡中心十二週行動計劃的第八週 第八週證明已經整個行動計劃行了三分二的了 如果在三分二的裡面 我知道也有些夥伴已經開始啟動他們的網絡中心 開始約一些客人 甚至已經完成賣了一個網站 我們真是非常之開心 見到一個成果 如果大家還沒行動的話 沒關係 我們就繼續把握這個機會 還有在過去我們都錄了一些網上錄了一些片 大家也可以重溫的 好不好 今天我們第八週是講人際關係團體的 不過在開始的課程之前 我們都首先提一提 下一次的上課時間是1月7日的 下一次上課時間 因為下星期就是我們隨即夜 所以我們暫停一次 另外就是在網絡中心 我們有兩個新的功能 因為我們的網絡中心是不停不停的去更新的 第一個功能就是有一個全新的領航服務 這個全新的領航服務就是給我們一些新客戶 因為有時候新客戶 當他購買了我們的網絡中心的時候 網站的時候 他就不知道究竟怎樣去運作 所以我們在這個領航服務裡面 我們有一些特別的服務 可以協助他們去解決他們的疑問 甚至乎我們都向客戶說明他們的使用的 相關的系統的配置是怎樣 因為有很多老闆可能他對這個電腦知識 他未必得完全很熟悉的時候 我們也會解釋給他聽怎樣去運作 另外也都可以提供一些秘訣 建議他們有什麼最佳的使用方法 可以令到他們節省一些時間 也都可以方便一些使用這個網站 也都安排在90天之內進行這個電話訪問 確保他的網站裡面是運作是順暢的 每年我們也都會有電話訪問 也都確保客戶使用這個網站是愉快 也都告訴客戶我們有什麼新的技術和服務發展 希望老闆每年每年都可以使用我們的服務 這個是我們的新的服務 另外我們在網路服務上的競爭分析表 在香港版本也都已經出路了 大家可以在mawc411.com下載 當中你會看到我們公司和另外三間香港的公司 去做一些價格的分析 服務的分析比較 因為知己知彼 將來可能有機會遇到客人說 我們在比較類似的公司 起碼你會知道究竟那間公司 在給什麼服務 而我們也都在給什麼服務 大家去比較會比較容易 大家記住下載這個網路服務競爭分析表 好 今天就正式開始了 第八週就是這個人際關係團體 人際關係團體是在說什麼呢 正正就是我們一些Networking 因為好老實說我們在整個事業裡面 名單是很重要的 名單就好像我們的車 好像我們的車 好像一些燃料那樣 如果我們不停加一些燃料的時候 車開開一下就會慢 甚至乎就會停下來 所以我們在不停在 Sorry 我們不停在十二個星期過去的日子裡 都要提醒大家去不停增加一些名單 令到在銷售的過程裡 你也可以有不同的人物去幫助你的事業 我們當中就會分別 分別就是在說你怎樣去拓展你的新的名單 因為我們在人脈上面也很重要的 如果每一個人 假設你說我身邊認識 我有些同學 有些老闆 做不同的事業上面的時候 那你用什麼方法開拓你的人脈呢 可能是社群媒體 可能或者是一些轉介 可能甚至乎是一些你已經現有的客戶介紹給你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不停不停擴闊你的人脈 人脈我們也可以在不同的情況下 去找到這個社交媒體 那 Networking的基本概念 我們一定要認識 因為其實是隨著我們一路增加我們的機會 可以增加我們的機會之前 那我們都要知道 究竟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增加這個人脈 那首先我們也要搞清楚 Networking就不是說有求於人 也不是說我們一接觸這個商會 或者接觸這個團體的時候 我們要立刻叫做生意 因為剛剛認識你的人 他是不會幫助到你的 你也不能夠幫助到剛剛認識的人 那二來你也不能夠說 要求人家立刻要介紹一些生意給你 所以呢 Networking是要平時做的 也都要積極去互動 去跟人家互動 記住 我們不是說 就是為了生意去接觸這些人群 而是真正地希望可以 你也都幫到他手 他也都幫到你手 就當是一個朋友的建立一個網絡 那所以呢 我們有幾點可以參考一下 第一我們就要養成這個社交活動的習慣 那什麼叫社交活動呢 正如你在畫面都看到 可能我們參加一些商會 參加不同的團體 你要記住 參加這些活動 也都不可以太太重攻你的觀念 就是我們要平常心 因為我們要認識不同的領域 不同的業務 和不同的社會階層的人 我們最主要的一件事 在這裏呢 就去認識別人 是的 就不是說 我一看到那個人 我有個網站賣 我現在做什麼工作 你需要不需要買網站 對不起 如果這樣呢 基本上不會有人跟你做朋友 亦都不會有人跟你去建立網絡的 跟著我們都養成 當初次見面的人 我們有一些 就是習慣可以跟他做contact 就是例如 可能你在一個酒會 或者你的商會 認識到一幫朋友的時候 你收集了一個卡片的時候 你可以發電郵給他 和他保持聯絡 或者甚至乎你在一個電郵裡面 attach 了你的一些 工作的性質 諸如此類 因為你要記住 因為那個 可能那個party 或者那個商會上 很多人的 如果你什麼都不做呢 我告訴你 24小時之內 你一定會被人忘記 就算你把片 已經派了給他也好 那第三呢 就是可以的話 就養成一些拜訪的習慣 甚至乎 就是我們 當拿了一個卡片 如果你可以跟他 電郵 或者是 Facebook 或者甚至乎 是這個 Twitter 一些網絡上的關聯 你已經跟他開始有 來來往往的接觸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說 不如我上來探一下你的公司 我看看你的公司 有什麼我可以幫到你 甚至乎 看看有什麼生意 我們可以聯繫的 那你當是一個熟悉的朋友 去建立一個關係 因為這件事實在是最重要 如果你不創造這個機會 人家其實不會跟你熟悉的 那所以呢 我們一定要養成 是 就是不同的 就是Network 程的習慣 還有一件事 很重要的 第四呢 就是說我們要養成 介紹不同朋友的 認識的習慣 因為 當你跟那個朋友 去 就是 開始 就是Network的關係的時候 你了解到他 其實 他做什麼生意的時候 那你就嘗試找一下 我會不會有些朋友 又做開 跟他相關的生意 跟他可以聯繫上 就是在工作上 或者生意上去聯繫呢 這個習慣是會提升了 你的人脈的能力的 那重點 我們是開拓自己 跟其他人的關係 而不是 就是 只是說去找生意 因為 當 你那個朋友 知道 你說 原來你這麼幫忙 你這麼 為得我去想這件事 將來的時候 他就 有生意 或者是有一些 需要幫忙的時候 他一定會想起你 因為他知道 原來你是一個 這麼幫助人的人 那 你會見到 畫面上 會有不同性質的商會 就是 例如 一些 餐飲業商會 就是商會 中小企的商會 或者 BNI Business Network International 教會的團體 社區 鄉鎮的團體 或者 一些網絡的團體 那 網絡團體 可能是一些不同的 興趣班 或者甚至乎是 很專門的 那些網絡團體 是專門介紹生意 這樣的網絡的 那 你要記住 在不同的性質的商會 應對的方法 都應該是不同的 例如 教會 可能你說 去到教會 我們又未必 就是 每次都講生意 那我們就 首先要建立關係 正如好像 我剛才一開始講 你要開始的 是先建立了關係 就不要 只是開始講生意 即使 就算 BNI 或者 就算中小企的商會 都好 雖然你說 那裡都是一個 生意的網絡 正常一開始講生意 沒錯 一開始講生意 其實 很多時候 那些 老闆 是希望 好沒有 他自己的生意 所以 如果你一進去的時候 你可以說 老闆 你做這個工作 其實有什麼生意 可以介紹給你 認識 那他就會如數加深 告訴你 我的工作範疇 是做什麼 我的生意網絡做什麼 那時候 你也會加深一點了解 原來這一行 他是需要這些生意 那反過來 你也可以找一下 你身邊有沒有 跟他做一個connection 做到生意的 那這一件事 才是最重要 因為 令到你的人脈 可以擴闊 因為 變相地 就是 如果我們一開始 我們只是講 我們自己的生意網絡 我們自己 做這個網站營銷 我賣網站 諸如此類 所以 我相信老闆 很快就沒有興趣 跟你說話 也沒有興趣 跟你建立關係 所以 大家記住 在不同的團體之下 我們都有不同的機會 但是我們一定要 用不同的方法 去 跟人建立關係 就不能夠一本通書 看到路了 那 正如我剛才都說 在這個建立關係裡面 記住一定是相向溝通 我們不是單向的 因為 單向很多時候就是 人家就只是聽到你說話 聽不到 就是郭老闆根本就 沒有機會 可以說到他自己要說的 所以 我們一定要記住 我們是相向溝通的 第二 當我們交換卡片的時候 如果你現在沒有卡片 就最好快點 整一張卡片 因為 可以幫助到你 這個事業發展的 因為卡片 雖然你說 現在很電子化的 大家都可能是 交換個電話 Facebook 或者是 甚至乎是 Lincoln 就已經足夠了 但是其實 我覺得 在現今的社會 卡片還有它的 功用底下 甚至乎 你收了別人的卡片的時候 你就可以了解 這間公司的背景 它的工作範疇 又或者 你看一下它的資料是怎樣 它會不會有網站 它的電郵 在用什麼電郵 會不會是 還有一個企業 沒有理由在用Gmail 它會不會是 沒有一個電郵的系統 那你從這些很細微 很細微的資料 你就會知道大概 它公司的背景 那當你知道它公司的背景的時候 有機會跟它去銷售網站的時候 你就會多些把握了 第三就是提出一些問題 就是問題的意思就是 不是問它 你有沒有網站 你需要不需要做網站 而是問它 它的工作環境是怎樣 它怎樣托錢它的生意網絡 它用什麼方法去做一個銷售渠道 那這些種種的問題 可以帶來你一個商機的 那第四呢 也都是 記住 我們當我們描述 我們自己的工作的時候 我們又不要直接說 我是做這個網絡生意的 你也可以這麼說 但是呢 你也可以告訴它 我其實最想找什麼客人 因為這樣的時候 它就很清楚 很明確地想到 有什麼人可以幫助到你 舉個例子 你去 就是你跟它說 你可不可以幫我去 就是七十一去那裡買一個雪糕 那假設如果你就這麼說 根本就 人家都買不到一個 合理口味的雪糕 如果你說我要買 某某牌子 我要朱古力的 有這個Nux的雪糕 那人家就會很清楚 很明確地 買到回來給你 正如我們的生意網絡都是 你告訴它 我需要什麼客人 哪一種類的客人 那它就會很清楚明確地 介紹到這個生意給你 第五呢 記住 我們呢 就不是推銷員 我們就不需要做任何的 就是 push的作用的 那我們最主要呢 就是在 在 如果我們 假設我們不足夠的時間 去做這個銷售網上的 不是我們的會談的時候呢 我們的重點呢 就一定要放在我們 約一個銷售會談 我們就不要在當下呢 去 就說 我們的 系統 有什麼 有什麼功用 諸如此類 那 老闆可能那個 場合又不適合 可能 甚至乎老闆 根本還沒有準備好 聽完你要聽的東西 所以我們要記住 我們一定要建立一個關係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那跟著呢 可能我們也都定期呢 就會可以舉行一些叫 數位行銷的活動 因為數位行銷的活動呢 你可以邀請不同的商家呢 去參加我們這個活動 也都進一步了解我們的產品 究竟有什麼好處 目的呢 其實呢 最主要是教育 一些老闆 知道數位行銷的力量是什麼 有很多老闆 經常都覺得 我有Facebook就可以了 我開了Facebook專頁 或者甚至乎 我已經有個網站了 那就OK的了 沒問題的 生意自然會來的 但其實是錯的 我都經常強調就是說 如果你有個網站 如果你不做一些 Digital Marketing 的時候 是不會有人知道你的網站存在 那所以我們一定要教育他們 為什麼 為什麼他們需要一些 網絡營銷的工作 的方案 進一步 可以從而促使他們 咦是呀 我都還沒做 你那裡會不會有這個 Service可以幫到我們 是誘發他們 去想這件事 這才是我們最重要的主因 甚至乎呢 就是可以呢 令到他們去想 咦究竟這個網絡中心 有什麼東西可以幫到它呢 會不會是 我upgrade一下你的網站 改變一下我們的營銷策略 記住 我們在一個活動架構裡面呢 就是說明了我們的 就是網絡行銷是什麼 甚至乎我們的網站 有什麼功能呢 最重要就是我們要 預約回談 就是我們可以令到我們 可以產生一個 預約回談的機會 也都教育他們 也都教育他們 廣告是需要的 那那個大方向 你怎樣去做廣告 怎樣去 在你的網絡上 去令到多些人 認識你公司 這個雖然最重要 也都告訴他們 我們的產品 可以怎樣幫到它 這個就是重點了 好 那接著呢 就落到有效的網站了 那什麼為之有效的網站呢 正如我剛才都說 有很多老闆就覺得 我用可能一千幾百 我就做了個網站出來 我有的啦 人有我有 我有了個網址 你上網址看一下 那究竟什麼是有效的網站 我們可以在這裡一起看一下 第一 你的品牌 網站建立 是一個品牌建立 所以在這個網站 就是 擺放一些資料 各方面 你也都可以 要清楚告訴別人 你公司的形象是什麼 如果不是呢 客人就會覺得 你這家公司 A公司和B公司和C公司 完全一樣的 那到完全一樣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說 那我就幫請一間便宜的公司 就最好了 買個產品 所以呢 品牌建立呢 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的品牌 如果建立得不好的時候呢 就很容易呢 就很容易呢 就出現了 就是 就是和其他 競爭者都差不多的東西的時候呢 他就會 用價錢去區分了 就是你的產品了 那 要 內容是否正確呢 因為呢 這件事都很重要的 因為 如果你的內容不正確 也都不是經常更新的時候呢 Google呢 就很有趣的 如果你覺得 你的網站 其實都沒有什麼流量啊 又或者 那些資料很足夠啊 你又不經常更新的呢 他就會把你的排名 自然而降低的 就是你的熱率不高的話 那他就會自然而降低 正如我經常都說 如果你又不做廣告 你的熱率又低 可能你公司呢 就在Google的搜尋裡面呢 就去到第十頁啊 第二十頁啊 基本上 現在我們的習慣 如果Google 我想找一件事 可能都是頭三頁 頭三頁都真是很頂了 頭一、二頁 如果你頭一、二頁都到不了的時候呢 那變成人家找到你的公司的機會呢 很低的 所以呢 你一定要了解你自己的網站 究竟有沒有整整整更新 可能更新的意思下 可能有一些新的產品啦 或者甚至乎有一些新的服務啦 或者是 啊 你改一下一些圖片 這個是一個更新的經驗啦 那另外呢 就是說 使用者的經驗啦 究竟 就是這些訪客來到你的網站 是不是很容易找到 就是它需要的東西呢 因為這件事都很重要 正如我之前和一個朋友去談 那我上去看他的網站 我說 哇 你的網站漂亮就漂亮啦 不過呢 我有些位置呢 我也不知道究竟去哪裡買東西 我甚至乎呢 我滾滾一下 我好像迷路那樣 就是那個網站 裡面迷了路 我完全找不到 找不到 我想找的東西 那這個就是一個 不好的經驗 那所以呢 你的網站的設計上 是不是夠視覺化啦 是不是很容易使用呢 甚至乎 現在你知道 不是每個人帶著電腦出街 我們的電腦 掌上的電腦是什麼 可能是iPad啦 可能是電話啦 基本上使用的電話 次數是多於使用電腦的次數的 使用電話搜尋呢 你會看 究竟它方不方便呢 是不是響應式的網站呢 這件事都很重要的 那跟著到最後呢 就是 就是 觀眾啦 那會不會有不同的觀眾 就是你向著不同的觀眾 讚寫一些不同的內容呢 例如 可能 咦這次是 接下來是一些父親節 或者是聖誕節啦 那你會不會有些不同的內容 可以幫助你公司 或者甚至乎幫助你客戶 去引起它的購買意欲呢 那這些呢 幾個情況 我們就要考慮 究竟它是不是一個 有效的網站呢 那好吧 那 那 還有 正如我剛才都說 什麼是有效的網站呢 就是 清晰的品牌形象 內容呢 要易讀的 那現在呢 因為 就是 網路 其實都很豐富 所以大家 每一天 可能使用手機 使用網站去找東西 記住 記住 就是 我們一定要多圖片 而少文字 當然啦 你說 不是喔 那些東西我一定要解釋的 那我們就 盡量在文字上精簡 就盡量多些不同的圖片 會比較容易躍動 因為 就是我們叫 吸人家的眼球 吸精 就是 從圖片裏面 去留下它 很多時候呢 客人一上去 哇 那麼多字 我不想看了 我只是看圖片 那件衣服漂亮不漂亮啊 那個 就是 餐飲啊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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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素材漂亮不漂亮啊 那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記住呢 就是當你建立一個網站的時候呢 圖片是必須的 你千萬不要 那老闆說 我找自己找手機拍就行了 那就沒問題了 甚至乎 那些客人傳你的圖片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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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圖片就會比較小的 壓縮 效果也不好 所以呢 我強烈 強烈建議 各位老闆呢 如果 開始做 網站的時候呢 必須要 希望他可以的 就說 找回一個好的攝影師 幫他去拍一支相 可能是 鋪片的相 可能是他 工作時候的相片 也都可能是 他的產品的相片 因為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因為 大家 是看相片 多於看文字的 就是現在這個世代 那如果你說 我真的很難 就是 我的預算又不夠 我 請不到一個攝影師 那你可以嘗試 在一些網站 去買一些圖片 就是我們叫 Stock Photo 那一些相關的圖片 你可以買的 那當然 有便宜有貴 那 看看你需要的圖片 是怎樣 但是千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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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在別人的網站 去 夾一些圖片 回來 放在你自己的網站 因為 很容易會有機會 觸犯一些法例的 那另外呢 就是 響認識的網站設計 這件事很重要 正如我剛才都說 現在不是很多人都是用電腦的 那很多人都用手機 或者甚至乎用 Tablet iPad 有不同種類 響認識的網站 就不是說只是幫你做完一個 網站 就是一個電腦版 然後再做一個手機版 就算了 而是按著你正在用的 手上的媒體 可能是Tablet 可能是手機 它就自動幫你縮放畫面 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 如果你現在上一個網 可能它還不是用響認識的網站 那你就唯有就是 兩隻手指一向掃掃掃掃掃掃到某個位置 然後你又要縮大 就是要縮小 又要放大這樣 那就會比較麻煩 我告訴你 做了三四次之後 它就不願意再上這個網站了 因為覺得使用過程實在太麻煩了 另外就是會不會有些互動的東西呢 就是可能叫它留下一個電郵 或者是留下一個問卷 使用這個心得是怎樣 因為客人都很希望可以多一些第一時間的資訊 所以你最好就是說 如果你可以留下你的電郵 令到我們可以第一時間 我有一個新的產品 甚至乎是會員的折扣 之後我都可以介紹給你認識 那好了 那去到社群媒體的分享 那我想如果在我們美安裡面的一些夥伴 都不太陌生這個公式 我們十三一的公式 那什麼十三一呢 就是說在你的社群媒體 就是可能是你自己的Facebook的專頁也好 或者甚至乎你自己的版面裡面也好 記住 我們在分享的過程裡面 就不要全部都是 我有東西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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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基本上我告訴你 你原本有一百個朋友 可能一聲就沒有了三分二 剩下三分一而已 因為大家都不喜歡 這麼hard sale賣廣告 所以我們在分享的過程裡面 記住 我們可以的就是在有十則的 就是這個分享的文章 可能是一些娛樂性 可能是很有趣的 甚至乎是激勵人心的 那別人又會看 挺好看的 不過我先進去看看 從而他就會記得 原來你的Fanpage 或者你的公司的網頁 那個Facebook的專欄那裡 是會有這些文章 我有空進去看看 然後就可以分享三則 在業界上的一些訊息 假設你是賣時裝的 那可能今季的時裝是什麼顏色為主 或者是什麼配搭 甚至乎是有什麼趨勢 那是一些很簡單 可能在網上你都找到 或者可能你看書 或者看到現在整個大媒體 你可以寫一些文字 比較容易一點的 給他在資訊上有一個參考 假設你是在賣香水的 那你說這隻香水呢 這隻味呢 是有什麼味道 那個感覺出來會是怎麼樣 那現在很流行 在新的一季裡面春天 那你就會給他多些不同的資訊 那跟著分享一則 你自己公司的一個就是產品 那十三一 那那個產品就是 就是關乎 可以關乎你昨天發放的一個資訊 或者甚至乎可能安排定 你今次 現在是春天的 穿什麼衣服會比較好些 那你就安排定 你那個就是產品 是哪一類型的產品就會好 記住 我們就不要過度推銷 是的 因為過度推銷的時候 人家就會反感 就不喜歡再上你的媒體那裡去follow你的媒體 那你也要留意一下 你有沒有這個媒體的策略 就是我們那個媒體的一個群體 社群 就是我們叫 好像我們fanpage裡面 我們的fanpage一定要有絕對定位 因為為什麼絕對定位 就是假設你的fanpage 假設你的公司是賣時裝的 那你又 突然間又去可能分享一些飲食 或者是分享其他不同的資訊的時候 這件事就可能會令人分心 那你會 你一定要 在當中去建立你的自己的絕對定位 可以令到別人 就知道怎樣去follow 你那個fanpage 那所以你首先要建立你的 如果假設你現在沒有 你就會建立你的社群媒體 那第二就是說 咦?你分享的內容 是不是可讀性的? 是不是有效性的? 因為可讀性有效性的 意思是 你不是隨便 放一個笑話上去 人家笑完就算 而是 可能 正如我剛才說 會不會有些激勵人心的文章 或者是 咦? 創業上的心得的文章 那你都可以分享的 最重要 另外一樣的就是持續貼文 我發現這件事都很重要的 假設你上去某間公司的fanpage 或者是某一個人的fanpage 你發現咦? 它上次發文的時候 是2017年的1月這樣 哇!在一年前 為什麼這一年它完全沒有發文? 究竟它公司是不是仍然在運作呢? 它是不是在做這門生意呢? 你都要知道的 所以變相地 你一定要持續發文 雖然你說 我未必能夠每一天可以做一個發表文章 那你會不會可能兩天呢? 三天呢? 甚至乎每一個星期 去發表一至兩篇文章呢? 令到別人知道你公司 是不停 仍然不停不停地在運作中 那跟著就是 除了這個社群媒體的時候 會不會還有其他的社群呢? 就是很多人 現在都是用Facebook去做宣傳 或者是去做這個生意 去接觸人群 會不會還有其他呢? 例如IG 這個Twitter Lincol 或者Pinterest 在不同的社群媒體呢 其實接觸的人群都不同的 正如IG呢 那以圖片為主 文字呢 就少一些的 那而這個 這個Lincol呢 就會比較商業化一點 那我身邊也有很多做生意的朋友呢 他在Lincol裏面 真正地是真的做到一些 不錯的生意 因為在外國地 他找到相應的供應商 他就在Lincol那裡找了 甚至乎一些獵頭公司 他都在Lincol 看那些人的鋪發 跟著就說 你有沒有興趣 我有單生意 你有沒有興趣 合作啊 或者你有沒有興趣 過來我公司那裡做啊 諸如此類 所以Lincol是比較business的 那可能Twitter 有些是文字性的東西 香港就未必流行 但在外國也都很流行的 那Pinterest呢 就以圖片為主了 有不同的圖片去分辨了 還有就是 當你建立了這個媒體的時候 究竟你和你的跟蹤者 就是經常追蹤你的 那些追蹤者 有沒有互動呢 這件事都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沒有互動 假設別人問你一件事 你的課程或者你的產品有多少錢啊 或者你的產品有什麼用處啊 你完全沒有回覆的 或者是 人家今天問你 過了兩個月後才要回覆 那人家覺得 學校的公司 是不是正在做事啊 是不是正在營業啊 我這個就真的很切實 就是我試過一次 我在Facebook 那個 就是Messenger那裡 我看到一些公司的產品 可能是 那次是一條牛仔褲 我覺得很漂亮 我想買 我怎樣買啊 我問他 他真的過了一個多兩個禮拜 之後才回覆我 那我就想 那我買了貨 如果我真的給了錢 我會不會 會不會一個月後才收到貨啊 那我根本就不敢 在他公司那裡買任何產品 那最後就是 希望他們可以 就是採取一些行動 就是call for action 就是 你在社群媒體那裡 會不會定時 會有一些產品 說 我們現在有些什麼 promotion 或者是 我們有些什麼 的新產品 那記住 call for action 可以令到他們 產生 購買的意欲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定時呢 都會做一些 就是 事業上的交流活動 剛才我也說了 就是說 這個 業務上的不同的交流 正如我剛才說的 就是這個b to b的交流活動 是令到 那些老闆 知道我們其實 網絡中心 有些什麼 工具 或者有些什麼 service 可以幫助到 他們的業務發展 記住 我們幫助老闆 解決他 頭痛的煩惱 好嗎? 我們提供一個方法 可以令到他們 可以 業務上升 或者解決了 一些 他沒有辦法 自己一個人 解決的 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就定期 會舉辦一些活動 那在台灣 已經是 開始做了 那我相信 不久將來 香港就會舉辦這個活動 好了 接著來到 第八週 如果大家有 下載這個 十二週的行動指南 第八週裡面 就會有一些 供課我們要做 供課就是說 你會填 究竟在Facebook 你有沒有自己的專頁 Twitter Instagram 你自己寫下 如果沒有 嘗試一下 嘗試一下 create 嘗試一下 開始 想一下 我怎樣做 或者我怎樣 去放一些圖片上去 然後 你就要想定 你的自我介紹 30秒的自我介紹 為什麼我們需要 有這個30秒的自我介紹 其實 自我介紹很重要 因為 假設你突然間 遇到老闆 老闆就問你 究竟你做什麼生意 這樣 那你說 我沒有賣網站 這樣 這樣 然後就完了 那老闆 我跟我之前那個賣網站 那個沒有分別的 這樣 那你一定要 告訴別人 你聽 你的公司 即我們公司 專長是什麼 或者是我需要一些 什麼客人 是的 那麼 也可以的話 我們有一個叫 memory hook 就是 勾住他的記憶 那可以令到他們 下次 一想起 賣網站 一想起 有這個需要的時候 他就 我想起 原來他是做這個生意的 那馬上找回他的 那馬上跟他聯繫 那當然這個 也都是 就是 回到我們 一開始說的 Network 的 那個 關係 如果你和他的 Network 建立得好 建立得深 的時候 很容易 人家就會記得 知道 你的公司的存在 甚至乎 你那個人的存在 他就很容易 會告訴你 我需要你的幫手 我需要你的幫助 這樣 那你就 最好 就寫下 因為 我們 空口 講白話 很容易 就不記得 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所以我們去練習 將這30秒 寫下 慢慢去練習 練習到 你已經 隨時人家問你 你都很熟練 這樣去說 因為這件事很重要 正如 我們去到 BNI 那個 一個會議的時候 每人都可以 介紹你自己的 可能是10秒 可能是20秒 那你就會 按住你 不同的時間 不同的機會 去介紹你自己 因為 如果你沒有這件事的時候 人家一問到你 我根本就 說不到你公司的特色是什麼的時候 很容易 他就會 忘記你 甚至乎 就是 已經走開了 就是那個老闆 是的 那 也都找一些 沒有一些相關的社團 你有機會可以跟他接觸的呢 假設 原來我是買衣服的 會不會有一些制衣的協會 或者是甚至乎某些商會 你可以跟他多一些聯繫呢 你會留意一下 我們現在Facebook 有很多不同的社群媒體 例如有些社群媒體 是教人創業的 那你又可以想一下 咦 我可以加入社群媒體 又看看他們 有些什麼創業的心得 或者會不會有些什麼講座 那你又可以去 去拓展一下你的人脈的網絡 跟著呢 我們還有一個功課 就是每週練習 每週練習很重要 因為我們 當我們聽完了之後 如果我們又不practice 又不去見人 又不去 在我們的事業裏面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其實就算你聽幾多個星期 都是沒有用的 所以我們在12州的行動指南裏面 都已經說了 咦 你要建立一些什麼的時候 你就要寫下 我們會準備建一些潛在客戶 約了沒有 他的客戶內容 即他的會談內容會是怎樣 我們怎樣去跟進 那因為所有資料 如果你不寫下的時候 其實你是不會有進步的 因為你都不記得你自己有沒有做過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這個機會 即是把這些所有的資料 記錄下來 我們才知道 原來我早幾個星期 找過這個人 不過這幾個星期很忙 不知道我再找他 跟他聯繫一下 會不會好些呢 他之前跟我說 可能過了十月聖誕節之後 就會忙 因為現在是出課高峰期 那會不會我一月的時候 找他會好些呢 那你就會記錄下 究竟我什麼時候 去跟進這個老闆 去跟進這個生意的機會 去跟進這個生意的機會 好 那接著我分享一下 其中我的一個個案 那這個個案 那這個個案 是我朋友介紹的 其實我不認識這位女士 那是我其中一個伙伴呢 他就介紹 他有一個位女士 他很想去建立他的網站 去賣香水的 那當我就問一下他 究竟他有什麼需要 在銷售的過程裡面 甚至乎網站 他想呈現什麼 那我就逐一問他 那原來他是一個香水達人 他對香水都很有研究的 那我就說 那不如你在那個網站裡面 會不會加一些 香水的歷史 令到人多一些 就是瀏覽你的網站 會停留你的網站 會多一些呢 那開始聯繫的時候 聯絡的時候 那都是經過我的介紹人 那跟我們一起去見面 我基本上都跟他談了兩三次 那才去完成這個銷售的過程 那談兩三次 最主要就是第一次呢 我就給他一個15分鐘的評量表 就是去了解一下他 究竟他需要一些網站上面的內容是什麼 有什麼人幫他去處理這個網站 去更新的網站 那當我有這個資料的時候 那我就開始就跟他去約這個銷售會談 那我就去定價了 那原來他需要這個東西的 那我就再跟這個銷售專員 就告訴他 他呢 希望呢 那個網站呈現出來的效果是怎麼樣 那所以當他的銷售專員 去介紹網站的時候呢 那他就找回相關的類型的網站 去讓他去看一下出來 可能將來的形象的感覺會是這樣 那在這個諮詢的過程裡面 其實都很容易 因為我們有一個叫做15分鐘的諮詢評量表 那我們其實就有一些guide line 就去問他一些資料 問他一些問題 因為如果我們沒有這些guide line的時候 其實你又不知道究竟那個客人要什麼 有時候那些客人就經常說 我想要一個漂亮的網站 很user-friendly的 那究竟什麼是漂亮的網站呢 那我們一定要將它 down-to-earth 將它拉下來 將它這個想法拉下來 就會知道原來他對漂亮的定義是這樣 原來他希望fancy一些 出來的東西 貼近一些它的產品的感覺 那會談裡面的 就是我們closing的 就是這個網站 都是挺順暢的 談完的時候 跟著他都很快就已經決定說 好啊我也需要這個網站 因為在我們整個系統裡面 是很容易的 幫到他去做一個銷售 因為他都是一個 就是一個 一個女士去營運這個網站 就沒有什麼其他的 這個員工的 所以變相地他很需要 這個網站很容易改動 也都很需要很容易 可以up load一些 產品 改價錢 改貨 的貨量 甚至乎收單 那這個是他希望看到的東西 那而我們的銷售 系統裡面 基本上一進去的時候 就已經看到 他究竟在銷售 一些什麼產品 有什麼產品最好賣 有些他現在的銷售 是多少 我們完全已經看到 所以他非常喜歡我們的系統 那我對最後 也都鼓勵我們的 就是 就是 雖然可能有時候 你的時間未必許可 那就 就 記住 subscribe 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因為在youtube channel裡面 就有了我們 過去 連同這個 第八週 過去這麼多 個星期的 就是錄影檔 那你就說 一次過你可以看 全球可以追 連續劇 那樣 你一次過看全球 或者甚至乎 你已經聽過了 你再重溫 究竟我怎麼去找客人呢 那個五師是什麼呢 怎樣去對守門人呢 那我們每一集呢 都會有一個不同的主題 那記住subscribe 這個我們的錄影檔 那另外還有呢 就是記住每一個星期 星期五的晚上呢 就 在這條link那裡 提交你的報表 那這個報表呢 就其實最主要都是 去鼓勵你每一個星期 去記錄你的行動 是的 有沒有銷售過網站 有沒有跟人談過網站 有沒有見過客人 有幾多位潛載客人 有幾多位潛載客人 就算零都好 不要緊的 我覺得不要緊的 我們可以慢慢進步的 因為如果我們不這樣subscribe的時候呢 那我們慢慢就會覺得 哎呀其實 就是 都 我都是做不到的啦 我都是 不會做的 我不知道怎麼做 那久而久之呢 就會放棄的 所以呢 千萬千萬 我鼓勵 這麼多位夥伴呢 千萬千萬 不要放棄 因為呢 在web center這裡呢 是有很多很多的資源 也都有很多很多的幫助 幫助你成功的方法的 那這個星期就是這麼多了 那希望 不久將來 再見到大家 多謝各位 再見